文学 确实是一个人人都会接触 即便是不认识自己的小孩子 或者是不认识自己的老人 他们都会接触到文学 因为有一种书的文学 也有在口图流传的文学 我想自从有了人类以来 文学就是作为人类的一个文化现象存在着 我们多少年来 人类肯定是在听故事 讲故事 写书 看书当中逐渐地成长 所以我想这个文学 对于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丰富人的心灵 是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文学我想它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这个 使人类在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看到希望 当人类面临黑暗的时候 能够想到或者看到光明 所以在当今这种社会比较浮躁 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会的问题 比较多的时候 恰好需要大家安静下来 从文学里面积取力量 当然我想这个文学 由我们先辈们已经写好的 伟大的经典的作品 是吧 也有我们当代作家 已经写出的 或者正在写着的 反映当下生活的作品 所以这个文学经典和正在创作中的文学 必定担当起这个 引导着人类社会 可以往前发展的这个重要的责任 为止到了这个 当下这样一种 这个比较丰富的社会情况里面 文学依然担当了它难以替代的作用 就在以后我想文学是比较深层次的 在反映人类精神的一些变化和需求 也能够像这个春雨润雾一样 无声无息的给人的心灵与滋润和培育 我就感觉到这个 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奖项 是吧 呂之河将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奖金特别高 是吧 高达这个两千万港币 就是获奖这回获得这么巨额的这个奖励 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它是有这个 呂之河先生这么一个白手起家的 一个大的一个创业者 大的企业家 是吧 回报社会的一种非常仁慈的 也是非常有远见的这么一种举动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华人社会里面 成立这么一个奖项 第一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随着时间的退役 它也必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 广泛的世界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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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